吴梦达病逝 周星驰赶往医院见最后一面 泪言下辈子再聚 核岛电视HOTV 2月27日 经吴梦达好友田启文 以及香港媒体确认 吴梦达在医院因病救治无效去世 享年68岁 在2月27日13点左右 吴梦达好友田启文透露 他病情加重转入ICU 身体状况已处于弥留之际 医生已经尽力 通知好友和亲属赶去医院 见最后一面 而很多记者发现 周星驰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赶到了医院 去看望吴梦达最后一面 田启文也向大家透露 吴梦达已经失去意识 而周星驰情绪激动 在吴梦达病床前泪目 表示下辈子相聚 还要继续合作 此前 吴梦达被媒体爆料 2020年年底病重入院 随后被检查出来 患肝癌 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 尽管此后田启文表示 吴梦达身体状况 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是大家 还是为达叔的病情捏了一把汗 吴梦达的金牌搭档周星驰 在知道他入院后 曾第一时间联系田启文 询问他身体状况 还为吴梦达介绍最好的医生 而且周星驰一直关心着医院的情况 在2月27日转入ICU后 周星驰第一时间现身医院探望 周星驰和吴梦达 是华语电影最经典的喜剧搭档 两人无厘头的喜剧表演风格 也代表了华语喜剧电影的巅峰 他们联手为观众们奉献了包括 赌胜陶学威龙时神大话西游在内的 诸多经典作品 数次打破香港电影票房记录 多次霸榜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是九十年代 华语电影最卖作的黄金组合 两人在合作完 少林足球后就在位牵手 也成为诸多影迷心中的遗憾 当时很多人传言两人分道扬镳 是因为周星驰自己开公司 做导演做老板以后压榨吴梦达 导致两人闹崩 而这个谣言在内地持续了很多年 后来吴梦达在内地接受媒体采访 和参加综艺节目时表示 两人还是朋友关系 当初没参演 功夫是因为电影拍摄时 刚好赶上非电疫情 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 而且吴梦达也表示 周星驰此后也数次邀请自己 出演自己的电影 但是当时自己都刚好没有档期 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好 没能参演 后来关于两人能否重聚的话题 也在网上讨论的很多 吴梦达在很多节目上都说过 我还没死 周星驰也还在拍电影 我们总有机会合作的 而且吴梦达说过 周星驰拍摄《美人鱼》的时候 再次邀请了他 但他那时候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只能作罢 自己也很遗憾 周星驰在第一次探望吴梦达时 曾对他说过 等你身体恢复 我们继续一起拍电影 而这个愿望也已经不能实现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遗憾 也是所有影迷的遗憾 吴梦达的好友田启文向媒体透露 达叔也很想和周星驰继续合作 但是近些年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 吴梦达向朋友们说过 自己想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周星驰 周星驰和吴梦达之间关系很好 周星驰在知道吴梦达入院后 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询问病情 此后一直关注着吴梦达的情况 在吴梦达病重转入ICU后 更是立即赶到医院来见最后一面 来源 蓝桂轩娱乐 整理报道 核岛电视HOTV 谢谢收看核岛电视